归信安拉 你如何归信安拉 我归信安拉是有的 原有的 永存的 相反万物的 将本成立的 独一的 永活的 全知的 大能的 为所欲为的 全听的 全观的 能言的 教有的 造化万物的 调养普适的 四令金氏的 四令后世的 清高无染的 尊大无比的 无似无相的 无比无恙的 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 他如今 就像造化时空之前 原有的那样 总之 安拉是原有常在的 是永远具有一切 全美的美德的 是与一切 欠损的属性 毫无关系的 天先圣人 上人 能够叫人活 叫人死 叫人富 叫人穷吗 他们都不能够 因为 叫人活 叫人死 叫人富 穷 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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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赐给 儿女 赐给 健康 免除灾难 应答 祈祷 这一切都是 安拉的属性 如果 他诚信 天仙 或者 圣人 上人 能够做到 上述的事 他就是 穆斯里克 举办 真独的人 他将入 永久的火域 安拉户的一切属性 有新生 有更改吗 没有 因为 安拉的一切属性 是原有常在的 全美的 无增减的 无更换的 因此 在古兰经 和圣训里边 有些称谓 安拉的字句 假若 只看 他的表面的意义 很容易 叫人想象 有新生 更改 体型 方向的 这不符合 安拉 清静的 本然的 我们不要采用 他的表面意义 实际上 那样的字句里 另有合乎 安拉的清静 本然的意义 所以 凡是在人类心中 所想象到的形象 安拉 是与此 毫不相干的 能够见到 安拉吗 能够 那名在后世 无可名状地 见到